欢迎来到我们突发现场 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华人诺奖得主李正道的追思会 将于本月25日在上海举行 届时将在线上进行中英文直播 并在上海 北京等地设分会场 以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李正道生前医院 是与妻子秦桧俊合葬于江苏苏州 安葬仪式预计在今年11月举行 接下来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连 将与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访问团 前往上海 了解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 数字化教育和创新科技的发展情况 他们还将前往苏州 与内地相关部委和大学 探讨推进一带一路 国际教育合作的可能性 最后 中国外交部发表报告 揭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以促进民主为名 颠覆他国政权 并干涉别国内政 报告指出 NED长期勾结反中乱港势力 并在多个国家实施隐蔽战略 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东方日报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正道 于美国时间周日 4日早上在加州三藩市家中辞世 享年97周岁 上海交通大学周五 9日 表示 为沉痛悼念和深切缅怀李正道 遵照家属意愿 李正道先生悼念追思会 将于本月25日上午 在上海举行 悼念追思会 由上海交通大学李正道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李正道图书馆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中国物理学会共同组织 届时将在线上进行中英文直播 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分会场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员王垂玲等多名有人透露 李正道生前遗愿 是安葬于家乡江苏苏州 苏州市民政部门确认 李正道与其妻秦桧郡的墓地 此前已选定在东山镇华侨公墓万龙墓区 秦桧1996年11月去世后 已葬于该处多年 李正道先生的儿子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 讲座教授李中青一称 父亲遗愿是与母亲合葬于苏州 他今年11月将和家人带父亲骨灰回到苏州 举行安葬仪式 香港电台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 下星期一起联同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访问团 共14位议员访问上海 了解当地爱国主义教育 数字化教育和创新科技的最新发展 行程期间 蔡若连与访问团将与上海市官员会面 并参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地的学校和大学以及科创单位 他们议会与在户学习或工作的香港青年交流 访问团议会到访苏州 又会与内地相关部委和大学会面 探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教育的合作 下星期四结束访问行程 蔡若连离港期间 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 将属任教育局局长 东方日报 中国外交部周五 9日发表报告 揭露美国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充当美国政府代理人 以促进民主为名颠覆他国政权 干涉别国内政及煽动分裂对抗 报告指出 NED长期勾结反中乱党势力 包括乱党分子黎智英 报告揭露 NED是美国中情局 CIA 隐蔽战略实施机构 曾企图颠覆伊朗政权 变换手法 渗透阿拉伯国家 参与乌克兰颜色革命 并企图颠覆北韩政权 NED长期通过输送资金 公开支持等方式 勾结乱党势力 2020年 在其涉港资助项目清单中 设立多个项目 共计31万多美元 约241万港元 为乱党分子提供支持 2023年 NED串联英国非政府组织 香港监察和国际特赦组织 以及美国、英国、德国反华议员 提名黎智英参选 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 报告指摘 美国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借助NED对其他国家渗透干涉颠覆 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稳定 不得人心 令人不耻 国际社会坚决反对 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民主人权 叫失业自居 更不能以所谓民主人权为幌子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漫画公司漫威的反英雄角色死士 首次登场的漫画封面即将拍卖 预计售价高达750万美元 约5850万港元 有望刷新漫画书有史以来的最高成交价记录 这幅铅笔画由漫画家利菲尔德 Rob Liefeld在23岁时创作 25年前卖给了一位收藏家 利菲尔德对早期卖掉这幅如今价值连城的作品 表示不后悔 并为自己创作的角色受到欢迎 感到高兴 目前最贵的漫画书是首版动作漫画第一期 今年以600万美元 约4697万港元 成交 创下最高成交价记录 德国之声的客座评论 详细探讨了中国官场的两面人与恨国党现象 两面人是官方用语 指那些对党不忠诚 表里不一的官员 恨国党则是网络用语 指仇恨国家 反对中共政权的人 最近 中国体育总局官员袁浩然 被揭发为典型的两面人 他的微博言论 充满对体制的不满和嘲讽 引发网民的愤怒和讨论 评论认为 中国官场的两面人现象普遍存在 许多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现忠诚 但私下却对体制不满 这种现象的存在 部分原因在于 中共干部队伍的组织和思想控制过于严厉 与人的自然本性产生冲突 评论指出 未来体制的变革 或许可以从这些官员的内心矛盾中 找到一线希望 香港电台报道 长崎元报79周年纪念仪式 引发外交争议 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 不满以色列驻日大使为获邀请 认为 这是将以色列与俄罗斯 及其盟友白俄罗斯 相提并论 弃国集团成员国的驻日大使 均缺席长崎式的纪念活动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称 不邀请以色列大使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非长崎市长林穆什郎所说的安全理由 林穆什郎解释 希望纪念仪式能在平稳 庄严的气氛下进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纪念仪式由长崎市政府筹办 日本政府不便评论 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 也表示不评论 香港电台报道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 在本月2日至昨日之间 记录了三宗登革热外地传入个案 病人分别曾到访泰国 马来西亚和印度 截至昨日 今年共录得43宗登革热个案 其中40宗为外地传入 3宗为本地感染 去年则共录得62宗 外地传入个案 这些数据提醒市民 在外出旅游时 需特别注意访问措施 尤其是在登革热高发地区 中央社记者郭剑申台北报道 内政部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7月底 台湾总人口数为23409,323人 相较于6月减少了3576人 连续7个月呈现负成长 虽然7月社会增加了4702人 但未能抵消死亡人口 与新山的差距 7月新山数为1424人 平均每4.3分钟出生一个婴儿 但死亡数为18702人 平均每2.4分钟死亡一个人 少子化与高龄化问题仍然严峻 0至1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比率为11.82% 65岁以上人口数占18.81%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网友在体育赛事上表现出强烈的国族认同感 尤其在奥运会场上对台湾选手的支持尤为明显 尽管中华台北的名称在国际政治现实下不得不然 但台湾人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自己选手的支持 社群时代的松弛感也反映在对中国选手的态度上 不少台湾网友能够欣赏中国选手的个人故事和表现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复杂 台湾人通过奥运重新思考自己是谁 同时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多元文化和民主发展的独特风貌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处理对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略 停火谈判以及交换囚犯问题时 极力依赖美国的立场 他在华盛顿的访问和在美国国会的热情接待 成为他决定侵略方向和升级局势的关键因素 美国总统拜登退出竞选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让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延长战争来复杂化民主党政府的局势 显露出他对特朗普的偏好 内塔尼亚胡既望于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获胜 这将减轻美国政府对其施加的压力 并为他升级针对抵抗轴心的行动提供掩护 内塔尼亚胡从华盛顿返回后 立即升级立场 包括在德黑兰和贝鲁特实施暗杀行动 同时加沙地带的袭击事件也在升级 蓄意造成平民伤亡 内塔尼亚胡的行动对地区抵抗轴心造成重大冲击 迫使拜登政府重新陷入危机 伊朗和真主党表示将对暗杀事件实施强烈回应 这将再次让该地区陷入战争风险 内塔尼亚胡通过暗杀行动试图恢复威慑力 但这却让以色列陷入了战略损失的陷阱 以色列的安全和军事机构已经意识到 以色列并没有那么强大 并且内塔尼亚胡设计加沙战争的进程 只是为了维持自身权力 以色列在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领事建筑时 犯下了错误 未能预料到伊朗的强烈反应 此外 以色列在发动类似袭击时 失去了消极威慑的效果 内塔尼亚胡的行动 使以色列陷入与抵抗轴心的全面冲突 这正是以色列一直试图避免的生存威胁 内塔尼亚胡通过暗杀行动试图恢复威慑力 但却将以色列带入了更大的生存威胁之中 加沙战争成为内塔尼亚胡 给以色列带来威胁的主要源头 结束或继续战争 都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战略困境 以色列必须接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 对其构成了最根本的生存威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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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